智慧的中国人总能把大自然的馈赠运用得起到好处 逢年过节等喜庆之日 稻谷小麦等最普通的食材 经过人们双手的勤劳创造 总能将美好的祝愿传递 创造出非凡的美味 陕西寒城人把花膜造型为寓意吉祥的狮子 贵州的土家族人 把动物 花朵 山水等吉祥花样 雕刻在花田八的内部 到了西安 饺子也能捏成青蛙和锦里造型 摆出一盘荷塘月色的美好图景 而在安人 稻米竟被做成一种形态各异 如蒲玉般的珍奇佳肴 流传千百年 这究竟是一道怎样的美味呢 为了探寻其中的奥秘 在安人稻田公园旁的新丰村 味道调查员找到了这道美食的制作者 何璐生 听周围的乡亲说 您会做一道有关神农的美食是吗 对 那我今天有幸见识一下吗 好的 何璐生 四五岁起便学习安人元宵米宿的制作 至今已有六十多年 恰好今天他妹妹的孙子过周岁 何璐正要做米宿给孩子送贺礼 味道调查员也可以一睹米宿的真容了 回来的回来的 家里把那个挖鱼的东西拉过来 这都是您的 跟着何老来到稻田 想不到对这道美食的探访 就是以玩泥巴为开头 米宿和泥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原来何老是专门让初学者 先用泥巴练习手感 然后再实操 而这其中的秘密 制作时才会揭晓 小时候爷爷就这么教您 来练习做米宿是吧 是 那我看 你刚才捏了个墙 天哪 咱俩来看一下 这个小朋友好有天赋呀 这是什么母鸡是吗 米宿在当地又叫酌鸡婆糕 爱人百姓逢年过节喜庆聚会时 餐桌上总会摆上各种形态的米宿 增添欢乐的氛围 玩泥巴 捏形状 看着味道调查员 渐渐摸到了塑形的门道 何老终于开始了 制作米宿的第一个环节 做粉坯 当地特产的碗道 以5比1的比例掺入糯米 再用石墨碾碎过筛 研磨出的米粉越细腻 制作出来的米素 才能越晶莹剔透 墨好的米粉 合老称它为生粉 一半生粉加入水 白砂糖 倒入锅中 用纹火持续搅拌 随着温度的升高 锅中米互变得晶莹剔透 富有粘性 做成薯粉 接着将熟粉取出 放在砧板上 或者另外一半生粉 反复揉搓 直到薯粉和生粉 相互渗透融合 粉坯才做好 终于到了期待已久的塑形过程 味道调查员早已迫不及待 跃跃欲试了 现在要开始捏一个什么 你是不是要教一下我们 好的 首先是做一个机 合老说 想象力和细微的观察力 是制作米素的关键 然后手脑并用 将脑海中想象的形状 配合双手迅速捏出轮廓 雕琢细节 全部过程不能超过七分钟 否则揪下的粉团 就会变干变硬 除了熟能生巧 还有什么办法 能加快这一阶段的速度呢 合老拿着这个 一把特别平常的小剪刀 你还别说这个 按两下再一剪 确实有那个意思了 就能够给这个机 赋予它的灵魂 这些工具都是我们平常 用到的一些工具是吗 这是最普通的工具了 最普通的工具 但是您能捏出来 不普通的这个造型 剪刀 勺子 牙签 这些随处可见的小物件 在合老手里 竟发挥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 几下简单的操作 就为米素增加了生动的气息 合老 咱这个造型 差不多做好了 接下来该干什么了呢 上色彩 要上色了是吧 行 我早就盯出来这三个罐子了 这些分别都是什么呀 合老并没有直接回答 味道调查员的提问 而是拿出一堆豆角叶 与一个石臼开始冲倒 经过纱布过滤取枝 绿色天然染料制作完成 其他颜料也都选用 天然植物制作而成 红色来源于满天红浆果 黄色则由枝子泡水制成 接着只见合老用棉签 沾着少量颜料 简单点染 化浓点精 这个是谁做的呀 是谁 是你做的 这分别做的是什么呀 企鹅王 企鹅王后 还有一个小的企鹅 在何老的影响下 家里无论男女老幼 人人都会做米宿 尤其在孩子们的手里 米宿的造型更加不拘泥于传统 充满着想象力和创造力 一个是为了他们动的这个手法嘛 另一个就把这面手里呈现下去 塑形上色后 米宿的制作也到了最后一步 蒸制 因为粉坯本身就是半熟的 所以蒸制时间必须要控制在十分钟以内 时间过长 米宿表面就会起泡 破坏美观和口感 这一盘就像玉一样的艺术品 但是我发现在这一盘 特别漂亮的艺术品当中 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这个特别难看 这是谁做的呀 你做的 既然这么一口同声 我就赶紧把它消灭掉 好吃吗 好吃 他还捏的时候 觉得他这个还挺瓷式的 但是吃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弹性特别足够 而且我觉得这个一定特别管饱 对对对 在何老妹妹的家中 生日宴会正在举行 米宿进成了孩子们手中 嬉闹玩耍的道具 令人愉悦的同时 也让味道调查员 感受到了家庭聚会的温馨祥和 为这种欢乐幸福的氛围 我们干一个杯 来小朋友们我们干杯 干杯 永远都幸福快乐 幸福快乐 幸福快乐 好 好 幸福快乐